十二星座 对 今天呢 我们就用十二星座 决定你们的游戏段位 游戏段位 我的游戏段位是白银啊 老师 难道你这里能给我上个王者 那要看你什么星座了 老师我先来 老师我来啊 雅南你是几月的生日啊 老师我是十月四号的生日 那你就是天秤座 天秤座 在这里 打开看看吧 好的老师 星座段位 这么高啊 恭喜雅南获得星座段位 老师我不要星座段位 你什么情况 为什么不要 我不想要星座段位 我只想要青铜 这什么段位 不知道 就是为什么不要啊 因为我要做青铜界的扛把子 雅南要去鱼塘局炸鱼 真可了料啊 没错 这样我才能找到存在改 准了 星庄老师今天晚上东霄 下一位谁来 我来 我来 东霄 老师我来的 土豆你什么星座啊 老师我是说子座的 那你打开看看吧 好的老师 钻石 王者 老师 为什么两个段位啊 因为双子座 是两个人 所以是双段位 哦 原来就是这样 那我 你不是也给你炸鱼了 嘿嘿嘿嘿 看起来挺好 嘿嘿嘿 你这位具体好好啊 赶紧让我开一把 我也要炸鱼 嘿嘿 哦 由于实力和能力不匹配 选择自爆 逗不进去啊 什么意思啊老师 哎呀 土豆 由于你太菜了 所以不符合高段位区域 啊 那这些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还是圈红大位 啊 白臭啦 青龙界的考法都在这儿呢 小夕 你什么星座啊 食不相买 老师 我是狮子座啊 狮子座 那你打开看看吧 好 大 最高段位 无双王九啊 我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打到无双王九啊 我的运气也太好了 小夕 为了验证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我要给你出两道题 行 放马过来吧 好 听好了 蚂蚁的牙齿是什么颜色的 是黑色啊 为什么 因为 蚂蚁啊黑 蚂蚁啊黑黑 好 那什么水果视力不好 蚂蚁 最后一题听好了啊 新华字典一共有多少个字 哇 是一万个 十万个 还是一百万个字啊 什么呀 同学妹 你们知道是几个字吗 打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好